爱德华元气满满闪亮登场 跟大家一起了解电视剧爱我就别想太多的剧情 眼看着就要大结局了 李鸿海夏可可的婚约也要结束了 要知道当时可是老李坚决要离婚 完全不听夏可可的解释 他的思想是只要爱情沾上了金钱 那就彻底不能要了 可可虽然想要嫁入豪门 但是对李鸿海却是一心一意的 他并不是图牢里的钱财和他在一起的 三个月的婚姻中夏可可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不过要离婚就离婚呗 姐妹又不是怕你李鸿海 反正分手费有一千万呢 到时候又能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可可明显是不舍得的 但是还要装作淡定的面对李鸿海 这样的心态让小编都佩服的不轻 平时失恋都快哭成了泪人 夏可可这姐妹的心可不是一般的大 反正自己现在是总裁夫人 要什么有什么 家里有人养着 而且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 唯独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一直都在怀疑而已 可可明明知道三个月一到 李鸿海是要离婚的 但是这三个月内 他还是做到了自己盖尽的义务 李鸿海是当一天和尚 装一天钟 夏可可是要过好每一天 事实证明这个总裁夫人也不是个摆设 在内能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 在外还能帮李鸿海照顾生意和员工们 这样的媳妇就问李鸿海哪里还能找到 就连莫红都能看出来夏可可是真心的 这老李就是不愿意接受 不过真相的事实早晚就会来到的 三个月的朝夕相处 让李鸿海对夏可可产生了依赖 这可能就是见不得离不得 已经到了老夫老妻的状态了 要是真提到离婚的时候 夏可可一脸淡定 但李鸿海却充满了心事 一样舍不得 现在剧情也快接近尾声了 大家好奇的就是李鸿海的真相献赏 果不其然 三个月到了之后 可可坚决离婚离家出走 这可让老李跟失了怀一样 急得满屋子找 都吃惯可可做的饭了 这一厉害的可让人砸过 可还好现在可可还能回应老李的呼应 要是离了婚 李鸿海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夏可可终于还是掰正了 李鸿海的金钱观和爱情观 之后又屁呆呆的跟可可商量着 再续两个月 当时你那么坚定的态度哪里去了呢 我夏可可现在想离婚了 说好的三个月多一天都不行 这可让李鸿海肠子都悔清了 说两个月不行 那就一个月吧 夏可可现在甜面无私的 就要好好教训李鸿海 让你当初这么误会我 这就是给你的报应 不得不说这老李后悔的样子 真的是太解气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呀 我们下期再见